红颜自己一个多么美妙的词语 在每个男人心里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女人都没办法拒绝一个异性对自己温柔与好 更何况我们男人 世上很难遇到自己 更别提红颜自己了 自己和朋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一个人会有很多的朋友 但自己不一定会有 自己很难遇到 更何况红颜自己 为什么需要红颜自己呢 一个男人如果有一个非常漂亮性感的铁哥们 那该有多好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位红颜自己 如果好朋友相当于美酒 那么女性的好朋友 无疑是那种醉醉人的女儿红 红颜自己更加的细心 更加的了解自己 因为地位的不同 他们又比情人更加能够帮助自己 一个温柔漂亮的怀抱 什么男人会拒绝呢 当一个男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红颜自己 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出谋划彻 可以倾听自己的难过与伤心之死 一个男人在难受郁闷的时候 可能会去喝酒 大醉一场 也可能会去找人打一场价 但是都没有一个体贴的女性朋友 来陪伴自己更好 男性朋友是绝对不行的 一个男人在难过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与自己同心的人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红颜知己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他们会心疼男人在自己面前 偶尔的软弱 更喜欢去真心体会这种软弱 每个男人都不会嫌自己身边的女人太多 他可以享受出自己爱人以外的温柔 可是自己就是自己 他不会与红颜知己发生更多的身体接触 只会在心理上有所交流 因为很多男人都认为 红颜知己的心事 比自己的老婆更加细腻 更加懂自己 也会更愿意倾听自己的事情 所以在红颜知己面前述说自己的难过 会感到安全感 男人在外面子在受到很大的委屈 并不愿意照自己的亲人亲属 如果有一个红颜知己的存在 那恰恰能让他们的心理能够找到依靠 大多数男人都认红颜知己 是自己的倾听者 更容易懂自己 这是妻子所不能比拟的 既然是红颜 那一定是很漂亮的存在 男人可以有红颜 可以有知己 但一定要把握这个尺度 当你真正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对自己的女人负责任 你可以有红颜知己 但作为一个男人 更要对自己的女人负责 红颜最美 知己难求 希望每个男人都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 但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尺寸 理性的相处 你可以在难过的时候与他交谈 在伤心的时候与他诉说 但他只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他是不能陪伴你一生的 只有你的老婆 你的女人才能够陪伴你的一生 度过一世 一个女人也一定要理解自己的男人 他是有红颜知己没错 但不一定会在感情上背叛你 那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 他不想把更多的压力施加在你的身上 请理解男人有红颜知己 请理解男人有红颜知己